在快乐大本营舞台上的何炯一直都是瘦得让人心疼的 这么多年来 何炯没有怎么变老 体型也没有什么变化 一直瘦瘦的 今日 向往的生活观微曝光了一则未播花絮 在这段花絮中 何炯自爆了体重 由于天气有些热 何炯准备脱去外套 这时候黄磊和他聊起了体重的问题 何炯直言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只有九十五六斤 虽然也曾尝试增肥 但后来还是和自己的体重握手言和了现在的何炯自爆体重有一百一 对于这个数字黄磊是不相信的 他认为何炯没这么重 最多也就一百多一点点 面对黄磊对自己体重的质疑 何炯又说了一个体重范围 一百零五到一百一 他还表示自己还是有点贼肉的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何炯这样的体重确实有点轻了 不过 体重这东西很多时候牵扯到太多的因素 人最重要的还是健康 何炯一直渐渐康康的就好 好